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案连人民日报都给惊动了 发表了长篇报道 蒋爱珍为什么杀人 文章详细报道了蒋爱珍案的始末 当时政治文革结束不久 此案的社会影响之大 范围之广 超乎人们的意料 导致这场杀人案的起因是由谣言引发的 谣言给蒋爱珍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蒋爱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为了自身的名誉尊严和人格进行了绝地的反击 蒋爱珍也因此被誉为新中国杀摇第一金国英雄 1972年 16岁的浙江女孩蒋爱珍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 随哥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巴师144团落户 由于他工作表现出色 两年后他被推选到团厂医院做了一名护理员 后来还被选为医院党支部委员 团支部书记 民兵排长 那时他刚刚二十岁 前途是一片光明 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张国正是蒋爱珍哥哥的老战友 蒋爱珍的哥哥就托福老战友照顾一下自己的妹妹 这本事人之常情 因此张国正平日里对蒋爱珍非常的关心和照顾 当时正值文革时期派系斗争较为激烈 张国正在医院中和医师李佩华 谢士平等人早有矛盾 这伙人一直刺激想整倒张国正 那时想整倒一个人最有力的手段就是男女关系 因此他们就合谋要利用张国正与蒋爱珍的特殊关系下手 这种机会终于出现了 这年三月 蒋爱珍申请回浙江探亲 日子定在18号 动身前的17日晚上 张国正到蒋爱珍住宿 也就是外科值班室 嘱咐他路上应注意的一些事情 不久就告别回家了 此事被李佩华 谢士平等人获悉后 认为整垮张国正的机会到了 半夜两点多钟 他们怂恿一个护士 说是要急用纱布抢救病人 敲开了蒋爱珍的门 蒋爱珍与护士出门去取纱布后 谢士平趁机闯进卧室四处查看 但并未发现张国正 蒋爱珍回来发现了屋里的谢士平 又看见门外黑暗处躲藏不及的李佩华等人行踪古怪 蒋爱珍担心自己放在屋里的900元钱 随即找来了张国正 在医院值班室 张国正和李佩华 谢士平等人发生了激烈的言语冲突 这便是所谓的317事件 虽然抓奸扑了空 但张国正与那伙人的矛盾却升了级 变成了公开的斗争 而这场斗争的火力点却集中在了蒋爱珍的身上 从18日清晨开始 李佩华 谢士平等人开始到处造谣散布留言 内容越来越丰富 肮脏 细节越来越多 大字报贴满了张国正和蒋爱珍居住的门口 还有一些不堪入目的淫秽漫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张国正被迫停止 蒋爱珍精神开始失常 他绝过时和谁都不说话 整夜失踪过 出了这么大乱子 上面自然要来调查 同年3月30日 144团党委派工作组调查317事件 偏偏工作组组长杨明三与张国正有过节 他们曾因工作发生过几次冲突 杨明三一直耿耿于怀 因此拉偏价偏袒就在所难捻 情况调查很快就变成了被定性的案件审查 要张国正 蒋爱珍老实交代问题 不仅如此 还打击报复为蒋爱珍说话和主持公道的人 被排挤打压的当时就有30多人 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蒋爱珍当时的行动受到监视 私人信件被拆看 没人敢再接近他 渐渐蒋爱珍出现了精神分裂的症状 经常嚎啕大哭 叫喊冤枉 那年8月5日 杨明三找蒋爱珍谈话 继续让他老实交代与张国正通奸的事 杨明三立声说 这是被组织认定了的 即使到最后什么也没有 光凭你跟张国正的接触 你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1978年9月26日下午 杨明三开了蒋爱珍的批判会 当时李佩华在会上还质问他 你装疯卖傻 你为什么不去死 为什么不跳水库 他还宣读了一份以谢时平共同署名的报告 要求团党委对蒋爱珍做妇科检查 谢时平的妻子中秋也在一边恶毒的嘲笑和挖苦 不少人说了些极为下流和侮辱性的话 蒋爱珍的人格当众受到巨大的侮辱 在那个年代 对一个姑娘来说 这是毁灭性的打击 从26日晚到28日 蒋爱珍分别给工作组写了申诉书 给父母兄嫂和好友写了多封遗书 28日蒋爱珍得到通知 第二天要参加实弹打靶 这个消息顿时点燃了他 预及在内心的仇恨 最终促使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1978年9月29日 打靶时 蒋爱珍领到了步枪和子弹 他偷偷地把八发子弹装进了口袋 打靶结束后 枪支并没有被局中收回 参加打靶的人带着枪支往回走 在半路上 熟悉枪械的蒋爱珍 把子弹一颗颗的压进了弹夹 直奔医院便发生了我们前面说的那一幕 蒋爱珍走到那刻真实 看到的第一个人正是李佩华 蒋爱珍冷冷地笑了一声 说 李医生 你不是想逼我死吗 说吧 不等李佩华做出反应 举枪便射 李佩华当即倒地毙命 蒋爱珍接着又直奔外科 走到走廊时正好看到谢时平之期 中秋正在跟人说话 蒋爱珍又是抬手一枪 这时李佩华的妻子戴舒芝听见枪声 从另一个房间出来 也被蒋爱珍开枪击倒 连杀三人 蒋爱珍身上的离器释放了不少 他慢慢走出外科诊室 突然撞见一个曾经参与捉他间的医生 他再次开枪 此人带伤逃走 此时文讯赶来的群众越来越多 蒋爱珍当时并未丧失已知 不再开枪 人们把他围了起来 相持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蒋爱珍被抓 蒋爱珍被抓捕后 其案件的审理同样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案发后张国正被认为是同谋而遭到拘留 他被关押三个多月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144团领导认为蒋爱珍杀人发生在接批查运动期间 他应被定为反革命杀人 被杀的三个人团党委决定追认其为烈士 1978年10月 团里为被蒋爱珍所杀的三位烈士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这些做法引起了很多群众的不满 这也让此案一直处在争议之中 1979年10月 人民日报的长篇报道 蒋爱珍为什么杀人 彻底改变了该案的走向 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 在梳理了蒋爱珍杀人案的经过后 在文章结尾谈到 蒋爱珍杀人是在被诬陷被破坏的情况下做出来的 对蒋爱珍必须依法制裁 但是人们普遍认为 仅此不能凭民愤 必须对两城这一惨案的有关人员 特别是杨明三和其他严重违法乱记者 追究法律责任 报道的发表 引发了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的社会普通民众 对乌人清白侮辱人格 动就上纲上线的恶着风气 痛恨无比的居中宣泄 也是被长期压抑的人性的释放 全国各地的不少干部群众 纷纷给法院写信 为蒋爱珍名言 蒋爱珍在拘押期间收到了人们 寄给他的信和粮票食品衣物等 表现出民众对他遭遇普遍的道义支持 1985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对蒋爱珍杀人案做出终审判决 把一审判决的无期徒刑 以故意杀人罪改判蒋爱珍为有期徒刑15年 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90年7月 蒋爱珍由于在狱中极好的表现 经多次减刑后 刑完回到家乡 被安排到离家不远的某医院工作 谈到这件事时 他对当时自己这么做并不感到后悔 只是有点冲动 这起案件就讲到这里 我是随时随地为大家讲案件故事的墨镜老叔 欢迎大家观看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